這遊戲叫做DK MOBILE 英雄歸來 它是主打的2022年最暴力的MO 它隨時隨地都可以砍人 它這遊戲主打就是充裝好充 抽卡好充 它裡面所有你看得到的這些道具 都可以不用課金取得 因為你只要掛機打材料 全都可以做 一般所謂的課金道具 它都可以靠打材料製作 你是可以無課去玩這遊戲的 它製作可以顯示各種裝備 它是區分開來的 然後每個製作都有它相對應需要的物資 它這個變身其實蠻多的 還有這個黃金皮爾斯 然後 而且你可以變成很可愛的 火山沉睡者 我之前有變這一隻 它就真的飛在天空 你就真的變個小精靈 這就是你 紫辯跟金辯都會生上閃耀的光芒 也是一樣 紫娃就會有紫光 有腿 有蜜大腿 絕對領域 OK都有了 真紫辯 它這個遊戲有一個很有趣的系統 我們一般都殺人變紅 紅滿就沒了 喔它不是 你的邪惡 可以邪惡到頂點 你可以很邪惡很邪惡很邪惡 邪惡值到-10萬 然後你的能力就這樣超多 然後每個人看你就超怕 因為你很紅超級紅 你會變得跟鬼一樣 然後你只要邪惡值到達一個頂點之後 它會把你關到地獄裡面 你就要在地獄裡面 跟那些邪惡的玩家廝殺 進行大亂鬥 殺到你們哪一個 變成中立者正義職的時候 你才可以出來 它就是一個無間地獄 殺不完 讓你殺個夠 首先看職業好了 玩這種MORPG 角色來說 最主要是喜歡打PK 我們創個角色給你們看 它有五個職業 分別是聖騎士 然後戰士 弓箭手 術士 還有法師 它是補助跟牽制 那這個比較偏單體傷害 這隻是新手腳 EASY 這隻的上手難度極高 代表真的很困難 那你這角色創立的時候 我們舉個例子 它其實捏臉不用捏很多 你不需要捏太多的臉 它都捏見好五官了 你就挑一個你喜歡的五官 然後髮型 髮型也是幫你設定好內線髮型 然後你自己去選擇你要的髮色 自己挑 然後你可以轉看看 看你喜不喜歡這個造型 這個耳朵 嘴巴 然後也瞳孔的顏色 髮色頭髮的造型就比較不一樣 你可以自己選擇你喜歡的造型 那有人會問開局玩什麼角色比較好 我有研究過 韓版的打架排行榜第一名是什麼呢 這個職業 是戰士 第二名是弓箭手 所以你如果想要打架的話 可能會玩這兩隻比較適合 那我先給你們展示一下我玩這隻術士 術士的技能組 我給你們看一下 你玩任何職業前兩招 在前期解任務就會有是免費的 後面的話就是打怪或者是後面的任務會給 或者是去跟交易所購買 然後我們看一下技能 放起來就會這樣 團隊都會有一個buff的效果 虛化狼 全隊的人都會最大HP加200 這個龍捲蜂 他的範圍很大 這樣子 可以打到大概半個畫面的人 我們來看PVP前兩名的弓箭手 冰霜箭 他就是緩速 造成攻擊並且緩速對方 風之祝福 他可以提高你的移動速度 大地極限 把對方束縛住 讓他無法移動 我這樣懂了 為什麼妖精會是PVP前兩名 因為有這套技能 只要不能飛 就是可以殺到人 走位拉打的話 第一名當之無愧 好我們換下一個職業 戰士的話 看起來就像一個獸人 比較霸氣 昏厥扣擊是充暈嗎 讓對方昏迷 戰士殺人 必備造成 鋼鐵皮膚 就是保命技能 你被上debuff的時候 你可以當下解除所有的簡易跟異常狀態 子祭 死亡一擊 單體極大傷害 制服 讓目標無法移動 無法傳送 戰士就是讓對方死到底的職業 好戰士介紹完了 看一下這個法師好了 睡眠 可以讓目標陷入沉睡 不能動 可是你也不能打他 一打他就會醒來 補血的 所以他的法師才是所謂的補師 他可以自補 這是目前裡面唯一一個有自補的遠程 雷霆召喚 單一目標 用閃電造成對方昏迷 所以他的法師可以補血 可以昏迷很特別 火焰槍指技 對目標造成大量的魔法傷害 並且一定繼續使目標陷入休克 休克看起來蠻厲害的 這個角色的自製兵傷 就是他沒法沒攻擊 這個難度是困難 很難上手 需要有一定操作技巧 跟一定遊戲經驗的玩家 再去玩這角色 最後一個角色 聖騎士 神聖扣擊 一樣是有盾擊 等於說目前有三個職業有衝暈技能 神聖守護 提高隊員遠距離攻擊閃避 並提高所有閃避能力三次 他放完之後15秒之內 可以完全閃避三次傷害 屏障 全隊的物防加持 神聖風暴 讓對方陷入昏迷 他等於說有雙暈 一個是單體暈 一個是範圍暈 這五個職業我都介紹完了 你們去選擇你們喜歡的 我個人認為 弓箭手應該還是最好上手的角色 我們去打個BOSS給你們看一下 直接打王 不解釋 來開幹 吃個龍捲風 然後再來是魔力彈 魔力彈有兩種 一種是攻擊 一種是防禦 看到手下角這邊 你攻擊每打一下就會消耗一顆魔力彈 防禦是你每被打一下 他會幫你消耗一顆 如果你對手很強 你就用防禦彈 如果是一個輕鬆穩農的地方 你就會攻擊 這個魔力彈自己會射熟練度 你看一下他可以看預覽 預覽魔力彈升到後面的時候 你這會加什麼屬性 符文 就是一般打怪可以獲得 他有各種類型的 他有什麼命中符文 生命符文 符文你可以混搭 他每種符文屬性是不一樣的 然後他的套裝加成也是不一樣的 我覺得他符文算是蠻省錢的 因為他不需要花任何的材料 你只要點連續強化 設定加15 你只要金幣夠 他這個全部都是金幣免費強化 他會失敗嘛 可是不會爆 他會一路幫你升到加15頂 S8跟我PK啦 我們去那個啦 異教徒教堂二樓啦 我要幹什麼 對啊來啊來啊 幹你好痛喔 幹法師做壞了 靠北喔 欸你怎麼都有靠 那啦 死 欸為什麼法師這麼有靠啊 我贏了啊 哪裡有boss 你要打我王是不是 對啊 異教徒教堂三樓 好 你怎麼知道這邊有王 他地圖上有寫啊 異教徒教堂三樓 英佩洛斯63等 還活著啊 沒有死啊 來啦 我先上去 把王引下來 好啊來來來 他打我他打我 我幹很痛欸 老蟹 他是王啊 你會死嗎 我會死啊 你看我的蟹 我跟他鬼咧 你扛住我 我恭喜他 我被暈了啦 你扛住你扛住我 恭喜他 拉怪拉 拉打拉打 靠要你拉太遠了啦 我繞著你走 欸這不能上去 欸你不要一直跑啊 我那邊不能過啦 欸我死了啦 喔你死了 掰掰 跟你說不能打王 這個王一定要盛騎士扛啦 盛騎士全部都迴避技能 我們這扛不住啊 這個遊戲我最後再講一下 他的名字叫做DK MOBILE 英雄歸來 韓國最暴力的MORPG 目前台服正在預約中 那你如果現在預約的話 就會抽到限定的紅寵石虎 台版限定 韓版沒有這隻 小老虎 台灣石虎 DK MOBILE 英雄歸來 最暴力的韓國高品質MORPG 台服現在開放預約 現在預約就送台灣限定紅寵 石虎和免費150抽 台服上市之後 你們輸入裡包碼DK6666 領取限量許保 跟我一起為台灣而戰吧 DK MOBILE 英雄歸來 立即預約